利用那個V2函數再去查一下普通鍵 所以如果你在公式裡面還要再加一個V2函數 請你點前面這邊找到V2函數 做什麼呢?查它在哪裡呢?在郵件裡面 郵件的話呢就是這個第幾欄?第二欄 因為一定是查第一欄 查詢方式的話是0,按個確定 你會發現查出來的結果也會是同一天拿 因為今天禮拜天,明天還是都非假日 除非說怎麼樣,你把它改一下 假設我今天假如說我把它變更一下日期 如果變更成什麼呢? 往前推好了,禮拜五 那六日不就放假? 所以應該會多兩天才對,按確定 假如我變更了,OK按確定 這裡要打勾一下 因為它會亂一下 有沒有 OK 也就是說 本來應該是五天的 那因為我已經避開了六日 所以它六日還是不算貨 所以最後的結果有沒有 我把它改成這一天嘛 那五天之後 如果你沒有更改成workday 它就會是27 但是如果你更改成workday 它就會變成29 為什麼?因為它避開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這邊的話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還有就是workday 最後還有一個holiday 那如果holiday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你是國定假日 或者是你們公司的公定假日 也算了 那holiday不是說只有國定假日 你們公司的公定假日 那你可以先把它列在一個地方 一般好的 假設我這邊是放在這邊 2016的 假如你們公司是1月23號也放假的話 不過本來就禮拜天 禮拜六禮拜天 那就不算 如果它本來就放禮拜六禮拜天 那就不要算了 因為它已經幫你扣掉了 所以假如說你們那個公司 這個26號也放假好了 如果說假如這樣 你可以列個清單26號 然後27號也放假 這兩天放假 那你可以怎麼樣? 建一個清單 然後把它選進來 holiday有沒有? 那記得喔 這個holiday是選日期的範圍 可以很多 你自己建一個範圍 它會幫你怎麼樣? 如果遇到這兩個 幫你扣掉了 OK啊 所以你特別注意 你自己在列啦 反正這個不一定是 只是國定假日 你也可以列 就是你們公司放假那幾天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就幫你避開了 有沒有 像是什麼春節 可能有的放到初五 有的可能放到初六、初七、初八 都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列個清單在旁邊 把它選進來 它就幫你避開了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這樣才會是比較精確的到過日期 不然你告訴客人說 可能是哪一天 奇怪 為什麼時間到了 你或沒到呢? 他就會有一些抱怨 像之前什麼 我看那個什麼 布丁三兄妹 三兄弟 好像也是這種問題 他只是差了一天 然後呢 就引起很大的軒然大波 所以你要跟人家講 確定的日期 人家才會有所準備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workday去避開 避開的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說 他禮拜六 禮拜天已經幫你避開了 所以你在holiday裡面 如果已經是禮拜六 禮拜天 那你就不用加了 因為他本來就避開 你加了等於就是白加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workday 幫我們避開六日 跟所謂的假日 再來客戶 客戶的話呢 你需要在客戶地方建個清單 所以請你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一樣 公式從選擇範圍建立頂端列 你需要 表達又取代一下好了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什麼? 利用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幫我變成一個下拉清單 來源的話呢 那一樣是從什麼? 從客戶 按客戶編號 取得 所以這邊的話 下拉001 但是如果我今天需要 把它查過來 那可以用什麼? 用V路函數 去把它查過來 查哪一個呢? 查客戶裡面的這幾個嗎? 如果是第二欄 就是名稱 第三欄 第四欄 可以幫我查過來 所以這部分應該比較簡單 各位可以試一下 商品編號也是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利用這邊 商品編號 一樣做什麼? 公式裡面的 從選取範圍建立頂端列 已經有了 商品編號 再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資料 資料驗證 一樣什麼? 清單 然後 F3 去把商品編號加進來 那如果說他選了一個